Round 2 兩分鐘 序言準備 請處理 劉金玉詞點於2021年 發佈了新的版本 請問詞點當中 新加入了哪一個閩南語的單字呢 A醬油 B豆漿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醬油 倒油 倒油 倒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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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入 你怎麼猜的 是倒鈴 我覺得倒鈴其實 怎麼講 從小聽到大 但我可能不太知道它的閩南語 要怎麼去寫 因為像現在寫 寫一些閩南語的寫法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對 那我會不太知道說 倒鈴我要怎麼寫這樣子 就寫豆油了 對 所以我覺得它新加入的話 可能會是這個 倒油 來 接著 漂亮 好 在這個最新的牛金語詞點裡面呢 加入了一個詞語喔 它是T O Y O 是倒油 也就是醬油的英文 它裡頭呢 雖然寫它是 菲律賓的英語字根喔 但是呢 即使啊 它其實是來自於閩南語的這個發音 那它也不是閩南語 第一次進到了英語的字典裡頭了 在二零二零年九月的時候呢 包含了肉乾 肉乾 還有肉骨茶 那個肉骨茶 也都被放進去了喔 加油 還是一百到一萬 目前並沒有漲價喔 一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結果 也不錯 一萬元 哇 超誠的 瞬間 超誠的啦 超誠的 知道她為什麼要主動動去了吧 序演繼續 來 請出下一題 心有靈犀一點通 只兩人很有默契 原始中作者是在哪一種情緒之下 才緬懷起跟家人的回憶呢 感嘆要上班了 B 肚子餓但是沒有錢 我的答案是B 數定 不假思索喔 我覺得它 它是原始嘛 那我們覺得要上班 應該是比較屬於現代人的感覺 那我覺得在比較早期的 年代的人的話 他們可能對經濟來講 可能會比較沒有錢 猜得好 雞腳 居然是要上班了 好 通常呢 我們都只講後面這兩句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它的前兩句啊 就有講述是對情人的 他們到底會因為什麼樣的事情 這樣他又突然想起了 這個他愛戀的這個女子 他前面的兩句呢 是接於聽鼓 應官去走馬籃台 淚轉棚 就是說啊 他在五金的時候呢 聽到了五金鼓 哎呀 又要去上班了 所以他必須趕快 策馬到籃台這個地方 就像是棚草一樣呢 飄忽不定 得趕快趕去 他心裡覺得非常的疲憊 很想要暖育溫香 再跟這個女子呢 在一起共度美好的時光 所以呢 其實是不想上班啦 想跟愛人在一起 馬克準備 好 請主題 請問年長者在什麼時候曬太陽 可以讓吞黑激素適當的分泌 甚至避免可以還沒有天黑 就想睡了 A 上午九到十點 B 下午四到五點 我的答案是A 上午九點到十點 主題 為什麼那麼早曬 那為什麼不在下午四五點的時候曬 我覺得好像早上一點曬 讓身體有一些時間 吞熱激素分泌 然後才不會影響到晚上的睡眠 如果晚上下午去曬的話 那個時候反而是吞熱激素分泌的高峰 反而會影響到睡眠 然後加上我媽好像都是早上去運動 去曬太陽 吞熱激素什麼時候會出來你知道嗎 就是很暗的時候 暗的時候 所以讓她在睡覺之前 黑暗即將來臨之前 先曬太陽 你知道吧 她就比較 這麼一說 不會想睡 我媽有睡眠問題 太慢了吧 來 起街角 如果你想要一夜好眠 避免失眠的困擾 有一些比較正確的生活習慣 一定要特別注意 有很多人他可能會在這個 白天或是下午的時候 就忍不住想睡覺 先睡了晚上 真正該睡眠的時間 你就會睡不著嘛 所以提醒大家 除了要維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同時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像是在過了午後 盡量少避免 盡量避免去攝取太多咖啡因的食物 以及每天在這個白天的時候 做一些中強度的運動 比如說你去多走走路 其實晚上你也比較容易入睡 還有在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適度的去曬一點太陽 然後增加吞黑激素的分泌 你也會讓你晚上 比較容易一夜好眠 答地全全 蔡長先生準備 請出題 植物也是清潔的好幫手 請問若想清理廚房 檯密的油污 用哪一種食物的效果最佳 A 小黃瓜 B 白蘿蔔 我 我的答案是 鎖利 對 就光想到小黃瓜 可能會幫 幫臉可以 美白 美白 所以就光這個想法 不然想到白蘿蔔 它只是白而已 纖維呢 纖維 小黃瓜應該也不輸吧 是吧 營養師 所以 我覺得是B耶 我就猜A 來 請接腳 你怎麼會猜A 不懂 有時候我們去那種 韓國烤肉店 那個烤盤上面 會有很多髒髒的那些 烤焦的一些炸 油污 它會附一大塊那個白蘿蔔 讓你在那裡推 因為其實白蘿蔔 會有很特別的去污效果 包含你的廚房的料理 才如果有很多油污的話 其實你只要把白蘿蔔 切出大量的這個 橫切面 然後大概這樣子把它掃一下 也會讓它更容易清潔起來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白蘿蔔裡頭有 澱粉煤 那它其實呢 可以幫助分解蛋白質的 這些髒污 所以它其實會有很好的功效 那剛剛選將當中 有講到的這個小黃瓜 或者是胡蘿蔔 其實它也都有 這樣的一個效果 但是呢還是以白蘿蔔 它的去污能力是最強的 五十秒 至少有三題 三十秒 加油 臉很大耶 預備 起 助理 日本針對女高 高中生的拍照文化 進行調查 請問女高中生 最常拍攝的事物是什麼 A15 B自己 我的答案是 B 自己 你的 這是你的觀察 我覺得因為 你觀察女高中生 也不是這麼說 日本 也不是這麼說 日本女高校生 你有觀察 因為其實像我們早上 其實看到的那些什麼 109拉妹啊 他們其實都很愛自拍 那我是把他們這樣子的一個 文化把它沿用到現在 對 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合理 請介紹 又猜錯了 好 在高中的年紀 其實不一定那麼常打扮啦 所以他們多半呢 拍的並不是自己的自拍 而是一些周遭的人事物 那其實上女高中生呢 最常拍的第一名是食物 再來呢 是好看的天空 而第三名呢 是關於偶像的所有的照片 男生呢 是比較常拍一些大自然的景物 不過呢 其實不管是男生 女生 高中生很常拍的東西呢 都是一些黑板啊 筆記啊 想要把這些資料呢 用拍起來寄在手機裡頭看 馬克準備 來喔 機會來了 請主題 澳洲最近研究指出 每天喝一公升 什麼飲品的人 比起不喝的 可以降低近四成失智症的風險 A 一公升啤酒 B 一公升的零卡可樂 所以 所以澳洲的研究 是鼓勵大家喝啤酒是吧 好 啤酒裡面 也有某種啤酒花 啤酒酵素 可是零卡可樂裡面就 可樂 印象中不是什麼好東西啦 就是 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歡喝 我很喜歡喝啤酒 來不及 傷害已經 傷害已經造什麼 來 請揭曉 漂亮 謝謝 恭喜 好 適度的飲用啤酒呢 其實是可以降低 失智症的風險 如果是偶爾喝 或者是呢 這個喝是在輕度左右的人 他其實呢 這個失智症的風險 可以比起完全不合的人 低兩成 不過呢 如果以台灣國健署這邊呢 建議大家的啤酒 每天的攝取量喔 男生呢 是一天不要超過一罐 女生一天不要超過半罐 好啦 瑪莉準備 加油 兩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1號 謝謝主題 請問在西方國家當中 會用什麼單字 來稱呼遊戲中技術不好的新手玩家 A FISH 魚 B CHICKEN C 我的答案是 A FISH 3 還有一題耶 YES 為什麼不是CHICKEN 好像魚就是會被釣的那一個 因為打BOKER我要騙你 要釣魚 被釣 被釣了 被釣了 你在排桌上 你在排桌上看不清楚 誰是 誰是那隻魚的話 那你就是那隻條魚 來 起場 FISH代表新手呢 其實真的是來自於德州復刻喔 在這當中呢 只要你排擠不驚 或者是呢 你很容易上當被釣的 那一條魚 就會被大家認為說 你是FISH 那包含呢 在這個監獄當中呢 先進去的囚犯 也會被稱之為FISH 麻利準備 兩萬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4號 邏輯正確 又4錢 又4錢 請出這裡 提法的順序是養護髮質的重點 請問醫師建議 在沖洗頭髮泡沫時 應該要從哪裡先沖水呢 A先清洗前額頭皮 B先清洗後腦熟 我的答案是 A先清洗前額頭皮 謝謝你賺到了一題 好像真的是要先沖這裡 感覺 真的嗎 因為你就這樣沖 這樣沖 你這麼說的話 我就知道我答錯了 不一定要 我猜別人都會比較 真的 對 是前額頭皮還是後腦熟喔 來 接腳 那個 如果你有一些調髮困擾的話 其實洗頭前 有一些步驟非常的重要 包含你要先把頭髮呢 糾結的地方都先出開 然後用比較溫和的這個洗髮筋 在洗的時候呢搓揉你的頭皮 那在沖的時候呢 則是要先沖掉後腦勺跟頭的側部 接下來呢 再來沖你的這個頭頂跟前額的部位 按照這樣的一個順序呢 就可以比較避免你的髮絲斷裂 跟掉頭髮囉 好了 第二回合結束 我們陳乃龍跟蔡湘憲持著他們 清心寡欲的態度 他目前還是零 想要第一組馬克馬力一萬九千一 那個程序員跟趙寒穎是一萬三 馬克馬力再次領先 要不要換人 換一下 換一下 我們還是有機會的吧 對 還有機會 對啊 不要忘記 好 換起來